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感谢各位回到妮宝贝指甲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示范跟讲解 如何制作虫虫喷喷 虽然它叫虫虫喷喷 实际上它的内容就是75%的酒精 再加上精油 在这个疫情泛滥的特殊时候 我个人认为 除了75%的酒精之外 若再加上一些精油 那可以让我在消毒在杀剧 在保护我自己的时候呢 会感觉上更安全更安心 另外精油也可以带清新的香味 让人的身心灵 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一个安抚 等一下我会换装 让大家解释制作产品的时候 要有怎么样的服装 如果各位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的话 请各位订阅按赞小铃铛 还有分享这一个DIY的影片 给您生平的朋友哦 哦对了 在我全副武装之前 还要和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要拍这个影片 因为啊前几天 我们妮宝贝的频道 有一个影片 忽然间被YouTube推荐了 妮宝贝线上商店的销售 突然间变得很好 基底用75%酒精的 虫虫喷喷被一堆人疯狂下单 好啦在这个酒精暴涨 喷便宜暴涨的时候 制作而且出货 重重喷喷 实在是这些很赔钱的事 但是 各位既然下单 我们就有责任把它做完出货 既然要制作既然要出货 那我就顺便拍一下这个影片 制作产品的服装片 在制作任何产品之前 都必须要把该有的服装 仪龙先处理好 第一个 头套 第二个 口罩 第三个 防沉衣 第四个 手套 这几样东西呢 不但可以保护你自己 而且也可以保护产品 不受到外界 黴菌 细菌 以及污垢的污染 另外一个要提的事情是 手套不仅仅是保护产品而已 其实它也是保护制作者本身 因为我们在做精油产品的时候 难免会把精油产品拨建出来 或是直接接触到精油本身 那在众多纯精油当中 其实只有少数的几款精油 皮肤碰到了 不会过敏 绝大多数的精油 皮肤碰到了之后 都会起过敏反应 那当然啦 有些人会说 我常常摸到纯精油 都没有过敏啊 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点 你的皮肤天生就特别厉害 都不会过敏 第二点是最常见 也是最可惜的部分 那就是市面上卖的精油 其实有很多都是不纯的 加了精油稀释剂在里面 把精油稀释在稀释 甚至市面上 有一些所谓的 纯精油 里面一点精油好像都没有 是纯香精 稀释在稀释的精油 以及香精 用手 用皮肤去触碰之后 当然不会过敏 这要特别注意哦 制作产品的地方呢 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我自己在制作产品的时候 都会准备一间独立的工作室 并且那个工作室呢 会有非常好的空去过滤系统 可是呢 因为这次为了示范 就没有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我们担心疫情 影响物资的供应 所以店里面一口气 准备了半年的耗材 原料 物料 跟相关物资 因为没有地方堆 只好都堆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所以工作室目前 像个仓库一样 实在不适合录影 所以才特别选在 我们目前地下室 没有客人的时候 来为各位示范 怎么制作 虫虫喷喷 虫虫喷喷的原料 虫虫喷喷的原料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有水 酒精 精油 跟乳化剂 就这些简简单单 那我们来分别讲解一下 水 对于虫虫喷喷喷来说 水的部分要求并没有很高 如果您家里面 有符合生影规格的过滤器 里面出来的水就可以使用了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购买市面上 宝特瓶的纯水 另外 虫虫喷喷里面最主要的基底 就是酒精 它占了75%的成分 各位听清楚看到 它是来自于海酒公司的 而且它还是全新的盖子 连开都没有开 通常在选酒精的时候 我个人只选用台酒出品的玻璃瓶的酒精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品质最好 价格最合适 而且也最安全 因为我们听过太多业界黑心酒精的传闻 所以无论做什么东西 无论做什么使用 我们只选用台湾烟酒公司 95%的酒精 即使要稀释成75% 我们也是自己来 精油的部分呢 在这边选用了4种 分别是均衣草 银叠香 松树跟方脏 精油的部分呢 要请各位选择真正的真精油 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使用在你自己的产品中 这样子很可能会危害你的健康 另外呢 这是乳化剂 其实精油喷喷 不一定需要放乳化剂在里面 我们放乳化剂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把这几种精油 完整的溶解到75%的酒精溶液里面 虽然大多数的精油 可以被溶在75%的酒精里面 但是少部分的精油是不行的 像是松树就无法溶解在75%的酒精里面 甚至另外三款精油 在天气比较冷 或是静置比较久的时候呢 精油也会微微的浮在酒精溶剂的表面上 如果你不加乳化剂的话 使用前就要一摇一摇 加乳化剂的第二个原因是 乳化剂可以黏着一些精油 在酒精挥发完之后呢 让精油继续黏在你的皮肤上 好让皮肤多一点点的保护 让精油的效果能够在酒精离开之后 持续性的发挥 乳化剂的选择基本上有很多 最标准的是使用精油乳化剂 当然你使用一般乳液的乳化剂 只放一点点也可以 甚至没有乳化剂 你放干油也OK 如果不放的话 就使用前摇一摇 接下来我们来做实作的部分了 为了调制75%的酒精溶剂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换算方式 那就是500ml的酒精 加上120ml的水 这样就可以调出大约75%的酒精溶剂了 我们的烧杯跟等一下要使用到的瓶子 所有使用到的器具、器皿 都需要清洁完之后 再使用高温消毒杀菌 这样子里面才不会有多余的细菌跟黴菌残余 这一点对于产品的品质 有非常大的影响 切记切记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是在开工 开瓶 接下来把酒精倒入我们的烧杯里面 果真是500ml 500ml多一点点 非常好 感谢台酒 第二步 来放精油 在喷喷里面 我们会放3%的精油 等一下呢 这里面呢 等一下会有600ml的容易 所以3%的精油就是18cc的精油 所以这4个精油 总共要倒进去18cc 在我们使用习惯上 我个人喜欢把薰衣草的比重 拉得比较高 所以我们会用2比1比1比1的比例 来做配置 薰衣草放7.2cc 其他三款都放3.6cc 好 开始啰 然后迷迭香 再来是放章木 好 碰到这边呢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很棒的 融在了酒精里面 非常好 接下来放松木 也是3.6cc 四手精油都放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是非常漂亮的 融解在酒精里面 而且没有旋復起来 可是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把水加进去了 就会有一些 一点点的精油 慢慢地浮在表面上了 不知道照不照得出来 这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微微的精油浮在表面上了 那个其实就是松木精油 松木精油 比较不太能够 溶解在75%的酒精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要加一点乳化剂 乳化剂一点点就好了 一滴滴而已 就这样而已 应该还不到1cc 好 晃一晃 有时候我们会让精油 提在皮肤上更久 也会加一点点的甘油 我们决定 加一点点的甘油 甘油也是一样 不到1ml而已 一点点就好 因为加多了 就是有异物感 会觉得有东西黏在皮肤上 这样子就完成了 准备装填了 所有装填所需要的材料 跟器皿都需要在使用前 完整的消毒清洁 并使用70度以上的高温 把它们全部烘干 这样才可以避免 不必要的东西 跑到你的产品里面去 而且可以大大的延长 产品的使用期限 尤其是不放防腐剂的东西 更需要这样子的处理 刚刚在我忘了录影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都装填完了 这是令人头大呀 那没关系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了 500ml的酒精 120ml的水 18ml的精油 以及1ml的精油乳化剂与干油 所以啦 这一瓶里面 大约有将近650ml的量 平均分在这6瓶里面 所以每一瓶比100ml 再多一点点 把每一瓶的量都多给客人一点点 这是我们的习惯 避免客户倒出来一看 怎么搞的少一点呢 所以我们宁愿多给也不少给 通常我们在分装的时候呢 会使用这个针筒去做处理 可是我拍片的时候忘了带针筒 所以是用倒的 也是来看一下 有没有比较多的 就当然比较少到里面去 把这几罐大家都平均分好 不要有人特别多 也不要有人特别少 好了 每一瓶都分好了 分好了之后就把盖子放进去 这个东西也都是清洁消毒烘干过的 好 盖起来 搖一搖 完成 嗯 做完了 接下来到我们的结语时间 各位就看着我一边贴贴纸 一边讲结语吧 很多人对于这个金油 到底有没有杀菌效果 一直都存有疑虑 我们对这个部分呢 不多做讨论 因为毕竟啊 该有的文献啊 该有的宣传啊 或该有的试证啊 在很多地方 都有人反复讨论过了 这个蟲蟲喷喷 如果真的如大家所说的 金油没有抗菌的效果的话 那至少它也有香香的效果啰 那为什么要叫它蟲蟲喷喷呢 是因为啊 这个产品啊 一开始是为了我的宠物 黄金猎犬 Yuka 而开发的 把这个喷喷喷啊 喷在它的那个毛身上啊 你就可以发现啊 有喷的地方 蚊子啊 苍蝇啊 就不会碰那个地方 没有喷的地方 它们就会去碰 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这个东西对于外面的蟲蟲 靠近我的狗 是有非常棒的效果的 这个毋庸置疑 那对于我这种臭酸宅而言 有味道的金油喷雾 也可以让我臭酸的味道 少一点点 给旁人带来清新喷喷的感觉 这个也是用它来做日常消毒 一个非常好用的原因 甚至在回家的时候 借助宠物的时候 或是任何时候 我觉得有危险的时候 我都会拿它起来喷喷喷喷喷喷 不必要的病毒跟细菌带回我的家里 带给我的家人 那今天我们讲讲就到这边 各位可以自己在家里面 准备酒精 过滤水 精油 以及选配式的干油 或者是精油乳化剂 自己来调配这一罐 以75%酒精为基底的 虫虫喷雾哦 感谢各位看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按赞 订阅 小铃铛 跟分享这个影片 跟你身边也喜欢 DIY精油产品的朋友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